好 直播各位观众 歌手艾成在昨天上午惊传坠楼身亡 后续遗体也送到板桥殡仪馆进行商业 亲友纷纷赶到现场 第一时间呢 第一个到达的是 曾经跟他一起合作拍戏过的好友林道远 而艺人李明依呢 也一直把艾成当作弟弟 昨天呢 也一路的陪伴家属在旁 那么呢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妻子王瞳在亲友的陪伴下 也来到殡仪馆确认遗体当场泪崩瘫痪 他也向警方来说 其实呢 在艾成生前的时候呢 他的精神状况以及情绪已经不太稳定了 那么疑似呢 和他经营的餐厅陆续收谈有关 而案发前一晚更是无法和艾成对话 也提到对方一直说一些他听不懂的话 不过因为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 所以王瞳隔天为了工作 就先找来两名的教友陪伴 没想到仍然发生汗事 由于艾成信仰基督教的关系 后续教友和家属会替他举办 这一次会不会另设灵堂 另外 经纪公司也紧急通知艾成在马来西亚的父母 要协助家属赶快来台湾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先让时间召唤棚内 我是张贝兹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总握每日时事 玉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 开启 扫铃铛 明镜与点点栏目